欢迎来到newstt70,点击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猪一龙首获微博king,网友疯狂捧场,哥哥实至名归。 近日,每年一度的娱乐圈顶流盛典微博之夜在北京落下帷幕,今年的现场依旧是顶流大咖云集。 各种各样璀璨的礼服在现场熠熠生辉,值得让人们关注的是,微博之夜的两项大奖分别被猪一龙和杨子拿去。 这两项大奖的含金量是每年人们所关注的重磅话题,今年,猪一龙首次获得微博king,杨子则是第三次获得微博king。 让人感到意外的是,除了这项大奖外,猪一龙还在微博之夜中获得了多项其他重磅大奖。 有网友称,今年的微博之夜,猪一龙是男星中的顶流人物。 最终大奖颁布时,猪一龙身着一身白色西装缓缓上台,凸显出他身上的优雅气质。 上台后,猪一龙款款开始发言,他表示,这一年来他取得了很多的成就,他非常感谢粉丝和观众对他的喜爱。 猪一龙那真挚的发言引得台下一阵热烈鼓掌,而猪一龙获得的king以及杨子获得的quing都是微博之夜的最终大奖。 杨子拿到quing后上台发言时一度哽咽,这已经是杨子第三次拿到quing了。 有网友猜测,杨子一度哽咽的原因是因为他在获得大奖的背后付出了巨大努力。 微博之夜中,杨子终于收了回报以及广大观众们的认可。 事实的确如此,每个明星都希望自己的演技能够受到大众的认可,这是比奖项更加重要的东西。 微博king和微博queen都是根据演员的综合评定而颁发的奖项,这些评定的内容极其苛刻。 前几年来一般都是老牌演技明星才能够有资格获得这些大奖,但这两年来新生代的顶流们逐渐地在实践中磨练了自己的演技,他们已然是长江后浪推前浪。 微博之夜直播现场,人们可以看到台下的一些火了很多年的明星眼力都闪烁着泪光,看到这些年轻的顶流演员,他们仿佛是看到了当年的自己。 此外,作为前辈,他们也由衷地为朱一龙和杨子这样的后辈而感到骄傲和高兴。 朱一龙近年来的演技人们是看在眼里的。 他给观众们带来了一步又一步的好作品前两年,有人质疑朱一龙的演技,觉得他只是一个花瓶而已。 这两年,人们看到了朱一龙踏实的表现以及精湛的演技。 关于花瓶的质疑声音也随之烟消云散。 朱一龙的粉丝众多,他们都喜欢这位长相英俊且演技在线的年轻演员。 在微博之夜最后的明星大合影中,朱一龙和杨子同台,两人都是顶流明星中性格非常谦让的那种。 于是两人在台上互相谦让,在很多观众们看来,这两位演员无论台上台下都有着非常优秀的人格魅力。 其实在娱乐圈中,站位是非常重要的,有时候因为一个好的站位就能让自己上热搜,让自己的事业更上一层楼。 朱一龙和杨子互相谦让的表现让人们看到了什么是演技实力派明星的风范,朱一龙的身世表现也为他俘获了更多粉丝的心, 甚至连娱乐圈中的一些女明星都是朱一龙的粉丝之一。 其实朱一龙的演艺之路并不顺畅,他在娱乐圈中遭受过很多的挫折,但是好在他都挺过来了。 历经磨难,归来仍是少年,这句话用在朱一龙的身上真是再合适不过了。 此次微博之夜King奖项,代表着娱乐圈和大众对于朱一龙的肯定,也代表着人们对他未来殷切的希望与鼓励。 人们希望朱一龙能再为大家带来好剧。 获得首次King荣誉后,朱一龙也非常高兴。 他上台发言时,眼中闪烁着光芒,除了King奖之外,朱一龙还获得了微博年度影响力电影奖以及年度品质电影人。 之所以能获得这两个奖项是因为朱一龙带给人们消失的他以及何边的错误这两部极高品质的电影。 这两部优秀电影收获了极高的收视率,而这些收视率不仅给电影带来了票房,也带来了观众们的认可和对演员们的赞许。 除了朱一龙和杨子外,其他的明星在此次盛典中也是收获满满。 总之,微博之夜不仅彰显了娱乐圈发展的繁荣,也反映了影视界在一年又一年的发展中越来越好。 希望朱一龙这样的演技派明星在新的一年中为观众们带来更好的作品。 对于朱一龙和杨子这样的年轻实力派演员人们都怀有很高的期待,毕竟大家都喜欢这些实力派演员带给人们的优秀作品。 杨子带爸爸妈妈来微博之夜,一家人颜值好高。 杨子在微博之夜活动中带着他的父母出席,他半蹲在地上,贴儿与父母交谈的画面被拍摄下来,并在网络上引起了热议。 从照片中可以看出,杨子的父母颜值都非常高,尤其是杨子的母亲,短刘海的造型充满少女感,脸部肌肤紧绷且有光泽。 杨子与父母的关系非常亲密,他曾在微博上发布一张与父母的全家福并配文称这张照片是为了纪念父母的结婚30周年。 在微博之夜的活动中,杨子带着父母出席,这也显示出他对父母的深深的爱意和尊重。 杨子一直以来都是一个非常努力和有才华的演员,他的演技在95后的演员中排名靠前,主演的作品基本上都是爆款。 他的家庭也非常支持他的演艺事业,从小就培养了他在表演方面才华。 因此,杨子能够走上今天的位置,与他的父母的教育和培养是分不开的。 总的来说,杨子带着他的爸爸妈妈出席微博之夜的行为,不仅展示了他对父母的尊重和爱意, 也显示出他的家庭对他事业的支持和鼓励。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 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